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 就怕你们制造问题 要媒体别来偷听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跟副主席郝龙斌 23号出席新台湾之子的联谊活动 两人在记者前讲悄悄话 互动看似热络 但在麦克风凑上去之前 洪秀柱忙着和旁人讲话 郝龙斌则和民众玩自拍 两人连到场时间都一前一后 一起上来 我们同搜共计 同坐一步车 台上的表演者 表演用肚皮拉车 洪秀柱和郝龙斌就站在车上 被拉着走 郝龙斌的手扶在洪秀柱的腰间 动作很贴心 主持人称这个表演为同舟共计 洪好两人听在耳里 应该都很有感触 因为本周三党内中常会时 修改了党务选举制度 原定明年八月改选的党主席 提前到520 黄复兴党部也和一般党务合并 此局引发其他中常委不满 扬言下个礼拜翻案 而且当天有26位中常委串联杯葛 以不签到出席的方式 又让中常会留会 传出就是郝龙斌主导 任何事情要进入讨论 总要大家一起来出席 那么非常遗憾的 其实上周开会我们也是进行讨论 但是因为有的常委没有来出席 因此很多话他没听清楚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讨论沟通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会再更多的讨论 那天中常委来的不到四分之一 我觉得在民主制度上是有检讨的空间 如果我们在常会中间不能够争取到40位长远的支持跟认同 我们怎么样让民众有感 我跟三四位中常委吃饭也被一些党内的人士做不当的解读 我觉得一个民主社会很重要就是 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要有阴谋论或者是做刻意的曲解 可以直接摊开来谈 郝龙斌喊冤只是吃饭咬外界别刻意曲解 并暗奉红秀柱专段要检讨党内民主制度 看来下礼拜中常会仍会示一番心风血雨 UDN TV吴晨翰SNG小组台北报导